戴德生的孙子啊 戴德生戴家的后人 就是中国内地会的那个传人 叫戴继宗牧师 在中国台北 在台湾台北 讲了一场道 讲道的名字叫不能不说 正道经文就是我刚才说的 《使徒行传》第四章 这个四个字看起来很属灵 很给气 很给力 很打气 但是你仔细去听 就是让人越来越悲哀 他首先谈到了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哲 那恶人啊 撒旦的全日又开始拆教堂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很多 我们怎么应该去说这样的事情 有那么几句话 谈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画风一转 你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不得不说有两大特点 第一他所讲的和使徒面对的情况 没什么关系 又回到了婚姻家庭神学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他自己提到的如此明显的 对岸的逼迫事件 在所有所有绕来绕去的话语当中的 他绝不提那恶者的名 他有另外一篇讲到的题目叫绕道而行 这是真的 我讲这个其实心里充满了感慨 也充满了绝望 十年了 三年了 几十年了 你们会发现啊 在基督教讲道台上 在教会里面 竟然存在一种避讳的现象 或者谨记 有一本名著叫图腾于谨记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一个词叫避讳 现在网络时代叫什么 叫敏感词 所有的宗教 所有世俗的文化 都可以有谨记 都可以有避讳 我们可以带着某种理解的方式 去怜悯他们 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团体 只有一种人是绝无避讳的 这种人就是神的儿女 基督的仆人 当传道人 基督教也有避讳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真的就是魔鬼全面掌权了 人类再也没有希望 那么我说三年来 五年来 十年来 几十年来 从当下的语境来讲 最大的避讳是什么呢 就两个名字 一个是习近平 一个是共产党 所以在代祭宗的这篇不得不说的讲道当中 不是不得不说 就是打死也不说 这两个名字 这是基督教的奇耻大辱 当我三年前 五年前站在这个地方 准备实话 实说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 我没有责备谁的意思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是爱我 但现在好多了 就是给我的劝勉 不觉如耳 你能不能不提这两个名字 我开始不想争辩 需要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知道 就想来证明 就是我自己犯险没有关系 我们要从讲道才从基督教开始 胜过谨记和避讳 首先让基督徒自己做一个正常的人 恢复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最起码的尊严和勇气 你想象一下 连基督教都避讳这些世界的王了 颜面何存呢 我们的神还是天地之主吗 我们的基督还是万王之王嘛 以夫所说 反反复复的说 他要借着教会让世界上一切指正的 掌权的 做王的 都来顺服基督 主耶稣指着教会说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可是现在真的是几百年来了 几十年了 基督教普通的一生 在所有的人类跪下之前就跪下了 叫什么 叫避讳 叫不可以提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名字 言之凿凿 自以为这是什么 这是天条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加倍地讲 甚至每一趟讲道都要讲 我今天告诉大家有个最基本的初衷 就是从这里开始 要赶鬼 圣国魔鬼对人的灵魂的捆绑 特别是对教会对讲道台的捆绑 讲的不是太多了 讲的是太少了 还有脸说不得不说吗 我们回去看一看什么叫不得不说 什么叫坚决的讲 什么叫哑巴狗变成了传道人 我们仅以使徒行传第四章为例 你看他讲的这些人 从圣经到使徒 官府 长老 文士 大祭司 亚拿 盖亚法 约翰 亚历山大 大祭司的亲族 致民的官府和长老 世上的君王和臣宰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抵挡并主的受高者 西律比拉多 攻打神所高的圣子耶稣基督 恐吓我们 我们为这样的教会感谢赞美主 那些生斗小民 那些原来匍匐在十字架 淫威之下的哑巴狗们今天 这是男人 这是神新造的人 这是基督的教会 怎么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呢 在那个世代里面 还有比西律和比拉多全是更大的吗 没有了 但是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中 两位使徒 众使徒和教会怎么讲他们的 他们是诗篇第二篇讲的敌基督者 基督的阻挡者 他们杀害了神的儿子 他们现在又来恐吓教会 他们是恐怖分子 但是我们就没有顺服他们 因为顺从神 不顺从这些人是应当的吗 彼得和约翰 这些使徒这些教会 他们绕行了吗 西律和比拉多是谁 那不就是习近平和共产党吗 现在你们觉得震颤 提这两个名字的时候 现在我们教会好多了 不出于做人的礼貌 早就拔腿就跑了 我盼望有一天 像这样的讲道 像这样的传道人越来越多 人们不再会觉得我们是稀有怪物 不再以为我们有病 被人家伤害了 现在借着讲道台来报复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是传道人在讲一个基本常识 正如彼得约翰讲 彼得和西律和比拉多 那个时候 我们就看见教会的见证了 我们就回到常识了 我为我今天这种特立独行 被人当作稀有怪物 感到悲哀 我没什么勇敢 我也没讲什么离经叛道的事 我只是在讲 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们所讲的最基本的常识 这常识这么难嘛 难是因为一个基本的原因 那就是魔鬼捆绑了越来越多的人 使他们成为哑巴狗